打开朝鲜半岛的和平大门 空间宽敞明亮 十四张白椅围绕着大圆桌 这里是27号即将登场的两韩峰会会场 这间会议室就在板门店南韩一侧的和平之家 原本是南韩部长级的会议室 为了迎接两韩元首南韩费尽心思重新整修 每张椅子上头雕刻朝鲜半岛的轮廓 而会议桌两侧的靠头椅就是金正恩和文在寅的座位 后方醒目的挂画是两韩边界的金刚山 象征南北交流的桥梁 为了确保周五的峰会顺利举行 南韩筹委会二十四号开始 针对元首移动路径会谈内容顺序 以及会场布置进行一连串彩排 由清瓦台带头沙盘推演 二十六号两韩一同进行闭门彩排 陪同文在寅的六名官员也得参加排练 会议结束后 文在寅将与川普热线共享峰会的会谈结果 就在文经会进入紧锣密鼓的彩排阶段时 民众最好奇的晚宴菜单也出炉 北朝鲜安排首席厨师到板门店亲手制作冷面 再有专人送到和平之家给文在寅享用 南韩则是招待瑞士马铃薯饼 向金正恩在瑞士留学的童年致意 双方端出的菜色别猪心裁 要用美食画干戈为和平 大家新闻周博线编译